大家好,我是吉吉小姐艾米,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个是包装好的一个菜篮子的盒子 其实我真的有点不忍心猜 因为这个蝴蝶结我是没办法把它寄回到原样的 还好我的客户不是很介意这个事情 好,我们现在就要来开箱了 首先这个盒子上是有一个爱马仕家里做的一张卡片 2021年4月9号购买的 外面是一个防尘袋,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菜篮子拎出来了 这是一只大象徽的金扣,尺寸是18的菜篮子 好,我们现在把这里面的这个小框拿出来 当时在店里试拎的时候 哇塞,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很爱这一只菜篮子了 我都在想,还要不要卖给客户 因为它真的是太小巧太可爱了 特别是当店员给我配好了一条推理以后 我就觉得它更可爱了 因为在店里不能拍照嘛 它给我用了多种方式来寄这个推理 我都没有办法拍下照片 在展示推理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菜篮子呢,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真的像菜篮子的一个小水桶一样 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锁扣 这个锁扣呢是可以把它 这个袋子呢固定在这里 其实主要可能是因为菜篮子的这个口太大了 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加一个锁扣呢 刚好限制了它这个口张开的程度 因为这个锁一挂在这里呢 它的这个开口就收拢起来了 就稍微保持了它的安全性 而且包包倒的时候呢 也不至于东西一下子全部掉出来 它的底座呢也有四个角 这样会绑图它下面底座的皮呢 不容易被磨损 好,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推理拆开 再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寄一个蝴蝶结的样子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Tunny的颜色 我选的是这个绿拼粉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比较鲜亮 配上这个稍微有点暗的大象灰 会非常的好看 好,现在就是呢在它前面手柄呢寄一个蝴蝶结的样子 后面的没有寄 这样拎出去就非常的可爱了 这是第一种寄法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Tunny 缠在手柄上 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个示范 并没有弄好 但是是想展示这个颜色呢 配上这个大象灰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的 其实当时店员后来有拿两只同款的丝巾 把这个手柄也缠上了 他说用丝巾缠上手柄呢 这样用久了手柄也不会用久 丝巾用久了是可以再换的 但是我觉得两只手柄都缠上丝巾 有点太过了 就是装饰稍微有一点就好了 装饰太多了会觉得有点太过 所以我就拿了一条Tunny 好,我们今天关于菜篮子的介绍呢 大概就在这里了 这个菜篮子真的是越介绍越喜欢 太可爱了 所以女生们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好好学习 努力工作 挣多多的钱 然后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